消业是什么意思 消业是佛教中的术语 典籍中并无此术语 某些法师在念经说法的时候 会将消除业障或者是中断罪报 简化成为消业 这个简化的说法有时会使人产生一些误会 以为是要消除业力 但其实实际上说的是 破除孽障和消除业障 由于人在凡事间会种下不良的根源 这会导致恶果 也就是所谓的消业 即使用自己现在的虔诚智慧 转变成前世今生的恶因 避免将来会得到恶报